11月18日 中国族协一纸意外公告宣布水庆霞成为 新一任中国女族主帅 这名在今年全运会才进入大众视野的女族民宿 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女族新的领航人物呢 水庆霞在行业内铭记可是如雷贯耳 与孙文等是中国女族第一代扬名世界的代表 为中国女族获得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族亚军 以及1999年美国女族世界杯亚军等 2000年以34岁创当时年龄之最入选国家队 足以见的教练对其能力认可 球员时代水庆霞私之中锋 拥有一技出色的任意球技术 他或许能够帮助现在中国女族改善进攻乏力现状 今年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族三战 打进6球丢了17球 而且主要全靠王霜 球队及开发新的进攻手 他的上任让大众对中国足协选率程序表示不减 因为水庆霞根本没有报名参加 但是大家又对其表示欢迎和期待 因为从执教履历上来说 水庆霞是当下对于中国女族专业层面 积累最多的一位教练多次获女超最佳教练 长期执教上海女族 执教中国青年女族长达五年 明年年初的女族亚洲杯就将迎来第一项重要考核任务 水庆霞能带领中国女族走出困境吗